早餐 谢谢啊 从前 我觉得人的一生 就像上帝经手的一个小邮件 命运的油车一盖 你人生旅途的去向就定了 以下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 人的命运 常会在不经意的小点上 拐个大弯 这要从那天那封信说起了 高兴 高兴了 这考上就是高兴啊 何大爷 您不知道 我们屋四个都考上了 都考上了 金榜提名石啊 是多美的事啊 好 告诉你家里了吗 嗯 写信了 奇怪 何大爷 您帮我看看这封信 看油车吗 九七年的 是从悉宁发来的 死信 先放着吧 以前啊 常有这种死信的 这几年还真不多了 文化提高喽 大爷 我也是 是被挖刀 别挖刀 你咱们 不够了 给你 可以 我来 真的 还我去 武器是 自仁自重 这叫 叫什么 金玉满堂 带满棍 谁的气啊 情书吧 诚书 谁的气 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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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情书 不是就是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倒出来了吧 给我看看 那你看看 你念念念念嘛 就是嘛 好好好 我念我念 你们给我作证啊 这可不是我故意要看的 哎呀 念念念念念 真的吗 诚书 诚书 那我可读了啊 读吧 爸爸 你好 我是你的儿子嘎娃 你不要我了吗 你走了之后 妈妈病了 后来死了 埋在土里了 我现在 在白菜街要饭吃 我现在 在白菜街要饭吃 总是挨人打 爸爸 你快来接我吧 我可想你了 上个月 我给饭店的老板刷碗 他说我刷得不干净 就用锅铲敲我的头 现在头还晕 爸爸 我真是想死你了 你快来接我吧 我能给你搓麻绳 给你卷汗烟 打酒 真够可怜的 怎么捡这么封信呢 还给拆开了 这可怎么办呢 萍萍 我们帮忙找找吧 嗯 师傅 您这儿有西宁人吗 从西宁来的 没听说过啊 谁从西宁来的 我是 您是从西宁来的 西宁在哪儿 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 您是 我们这咖啥都是东北军 啥事啊 我是西宁人 让我看看 不是不是不是 师傅您再看 您再好好看看 就是 是 我是有两岁小孩 他妈从来不给我谢谢 谢谢就是要钱 这餐厅的人手 四三千两头就换 瞧我这都换了好几锅了 也是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封信 装着一个故事 关于一个叫嘎娃的孩子 找爸爸什么的 找了一阵子没找到 我们也就没太在意 回去吧 不久 我恰好有一个机会去西宁 我的导师派我去西宁化工厂 就是一个既改项目 好好好 再见 拜拜 平平 平平 我看上我的孩子 你去干嘛 干嘛 干嘛 我知道了 再改完为了 回去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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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忘了日子 几乎没有迈出过化工厂的大门 直到我的工作告一段落 过两天 就要离开西宁回北京了 大家圈了正常时间 后天就要离开西宁了 赶快赚点时间出去转转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我都来了好几十天了 平平啊 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不愧是康教授的高足 你的情况呢 我们跟学校和康教授 已经打过电话了 他们知道也非常的高兴 我还得感谢理工和关教授的帮助 这次实习我确实收获非常大 那这样 那我们就不送他了 好吧 来 再见 好 理工您慢走 抓紧时间出去转的 好 谢谢关教授 再见 平平啊 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白菜街 我帮你问了好多人 就连九十六岁的老太太 我都帮你问了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 要不一会儿我再陪你去转转吧 你不说呀 我都忘了 白菜街 算了吧 但谁知道 就在我离开的前两天 白菜街找上我了 你没人没了啊你 你整天你白菜街上出来的人家里 吾吾向你爷爷爷 咱不过了 咱不过了 咱不过了咱们 我告你呀 你白菜街出来的人家里 咱不过了咱们 咱都扔了他 都扔了他 你这手也不破了 都破了他 你说怎么着 咱们走啊 别困点 走啊 别困点 太多不过了 好 太多不过了 今天别来电 谁呀 大姐 这我呢 大姐 我想问你点事 大姐 大姐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你有能力别走啊你 你臭不要脸 你臭白菜街出来的烂货 你滚蛋你 气死我了 大姐 你找谁啊 我想问您点事 我刚才听你说白菜街 我在找这条街 可是找不着 我想问问白菜街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 地图上都找不到 这儿啊 白菜街那儿人烂地也烂 就像那根烂白菜似的 所以那儿就白菜街 大姐 大姐 我想问一下 那这条街到底有没有 在哪儿啊 就这儿 你画什么画 你辞字不你 再给我 这儿 小朋友 我问你 你认识一个叫嘎娜的孩子吗 好 是 是 好 杰娅 在你店里做什么 哦 哎哎哎 她现在好吗 你去走 走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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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来 走 走啊 你是她什么人 找她有啥子实心啊 我是 哦 我这儿有一封信 是嘎娃写给她爸爸的 这是别的娃儿写的娃儿 嘎娃儿都不会写字啊 嘎娃儿 你看啥子报纸呢 赶紧做事是 做完事好吃饭 走走走走 你先做不到 是她爸爸喊你来找她家 你是她啥子人啊 你鬼儿子的 那严付不欠喽 你认识她爸爸吗 她现在在哪儿 我气质是人的 鬼儿子的在我这儿吃 在我这儿住 有个招呼不大 就跑到北京去发财了 哎 现在她儿子也是在我这儿吃 在我这儿住 我不晓得我这辈子 我欠了她啥子 你不认识她爸爸 我是从北京来的 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来找嘎娃和她爸爸 你能告诉我她爸爸现在在哪儿吗 我明白了 你是好心人是 帮忙的 我和你一样 我看到这个话好可怜喽 没得爹也没得妈也没得钱 没得房子住 我就留着她在这儿吃饭 哎呀今天碰到你这个北京来的好心人哪 你算是缘分 我今天请你吃饭 哎哎哎小姐 小姐你请点小姐 你跟我说我嘛 小娃 嘎娃 她就在那儿 嘎娃 看得见 摸得着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孩子 不再是装在信封里的 那个叫嘎娃的陌生人了 这个玩儿就批得很 虽然此刻 还是很陌生 哎呀 手柳茶 你有嫂子大船啊 再做点成功 都没有 还是不յ鱼 就是一个人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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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姐姐呢 是从北京 你爸爸那个大学来的 要带你回北京找你爸爸去了 correl比较大 适合 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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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五 哎呦这个杀鸡的刀子你也想偷去走 不要不要姐姐给你买新的啊 给我 我是怕他热事 这个嘛老是老是的 干嘛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好吗 不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还有土房还有水缸 哎呦你听到我说 他来了个家呀全部都买光了 你再看看他还有没有多拿你东西 算了小玩嘛 走吧搞完 这是我爸给我留给我的 三五一四五一百五一一 三千六我只收三千 什么三千 小姐我已经是少算了 一年多我只算一年 他在这儿住 一天又要吃又要住 起码十块钱吧 一过月就要三百 一年就是三千六 我只收了三千 什么便宜的价格哪里找钱啊 哎他刚才打了我个菜嘛 我都没有算 那他还给你打工呢 他又不是白吃白住 工钱怎么算 他他他那个 叫打啥子工嘛 你你看了他这个老口上 有有有鸡毛 平时就是喊他说说第一啥子的 那你这样哪儿算 你非法雇佣儿童 虐待同工 这个账 我看咱们去公安局算 小姐你 你你真的生气了 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都今天说 这样吧 你不嫌多 我不嫌少 算快一点 你你想给好多钱 拿去 我这儿只有三百块钱 给你两百 好 交你这个朋友 两百就两百 你 你这个玩儿 你可以再去走了 咱们走吧 干嘛 哎 小 小狡猾子 你已经没得干净了 不是 这穷一辈子 你哪儿来的干嘛 你哪儿来的干嘛 给你不给他了 来 来 来 你还不谢谢姐姐 没有姐姐给你腾床 你晚上睡哪儿啊 谢谢姐姐 幸亏啊 只有一两天 哎 哎 甜蜜啊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以后啊 我也不知道 我答应她 帮她找她爸爸的 哎 哎 哪儿去啊 哎 我说干嘛 你今晚可被尿床上 你叫啥名儿 我姓江 叫江萍萍 你就叫我姐姐吧 姐姐 咱们什么时候找爸爸 你爸爸在哪儿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爸爸在北京大学餐厅 上班 咱们上北京找吧 好吧 睡一觉 姐姐明天就带你去找爸爸 好吗 嗯 听话 闭上眼睛睡觉 不说话了啊 嗯 嗯 嗯 你不认识我啦 姐姐 哎 哎 别跑 还没擦脸呢 回来 回来 哎 姐姐 你那是什么呀 哎 那个 那个是一种生产装置 是生产发泡剂的 忘了给你买牙剂了 姐姐不要了 送你了 试试口 你给咽了 我给你买牙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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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去啊 干什么呀 出来 你干什么呀 你小心点 你脑袋净水了你啊 你要把他点去北京 那怎么办呢 他说要找他爸爸 我说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啊你 你也不想想 北京有上千万人 上万平方公里 你一个学生 他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屁孩 你们俩要去找一个无名无姓的民工 天哪 你既然敢答应他 你真的答应他了 那 那反正干嘛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呀 他这么认为 你可不能这么认为啊 难道你真的要把他带到北京去 你以为你什么人啊 哎呀 不行 我可不能让你把他带到北京去 姐姐 你不带我去北京啊 赶娃 赶娃 我们肯定到北京去找你爸爸 但是 你得先答应姐姐一件事 是 咱们如果到北京找不到你爸爸的话 我们就不找了 好吗 姐姐 嗯 咱们坐汽车去 坐汽车啊 要比坐火车快 知道吗 你看 我们一会儿就到北京了 哦 哎 姐姐 我那块羊皮还没拿呢 干嘛 我们的东西呢 回来再拿 嗯 知道吗 嗯 你要仔细看哦 看看有没有看见你爸爸 哎 姐姐 我爸爸就在姐姐那个化工大学上班 我们就去那好不好 好 师傅 嗯 你就到那个 农业大学食堂转一转吧 嗯 干嘛 啊 你不看了 北京没到呢 哎 姐姐 我要看我爸爸 姐姐姐 你让我看 不看了 不看了 姐姐 我马上就看了 我问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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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大娃别哭了啊 嗯 爸爸会找到的啊 嗯 你变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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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啊 哎 小郑 小郑 你看你搞娃了吗 搞娃 没有啊 我给他做了 他在那儿呢 你还下车吗 你还下车吗 哎 我说一看一眼就行了啊 姐姐要走了干嘛 哎 快走走走走 那你还回来吗 走走走走 干嘛 你要乖知道吗 我们晚上就来接你好不好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那你还回来吗 干嘛 你要乖知道吗 我去看 真没想到 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行了 萍萍 别想那么多了 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转转 散散心 干嘛 他不会真的等着我们吧 天哪 他还在 天哪 娘 爹爹 下巴 不哭啦 姐姐接你回北京 现在姐姐带你去买票好吗 我不要票 姐姐钱还少 哪能不买票啊 你在这儿等着姐姐 姐姐一会儿就出来 别到处乱跑啊 在这儿等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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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去 刘云这次有进步啊 回来还知道给咱带点好吃的 也不知道 萍萍 这我们带点什么 都回来了 萍萍还真沉得出气啊 得了吧 我看她是乐不思蜀了 那边不是一个劲儿 表扬她表现好吗 她是不是直接留在那儿了 找婆家了 好啊 你们谁有说我坏话呢 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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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萍萍 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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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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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什么那么骚啊 你抽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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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皮子 我擦手 你这也回来呀 光顾丑那孩子了 还没过人跟你说话呢 刘云 你去帮萍萍把衣服洗了吧 帮不忙啊你真是 小妹 你去打饭吧 你把我们都派了活了 你跟这儿聊天 我们跟萍萍还没说话呢 对 萍萍 其实我们一直没断了你的消息 心里那边每次打电话 告诉我们 都是你那个什么 受表扬呀 又得奖励呀什么的 就是 你呀都快成新闻人物了 行了别举对我了 干嘛 你找什么呢 这才是个新闻呢 怎么了 我敢肯定 这是学校头条新闻 江萍萍带了一个孩子回来 姐姐 我姐姐 我的皮子没了 皮子不是在那儿呢吗 没有啊 我给扔了 太味儿了 我陪你一块新的好吗 那是我爸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放开姐姐 放开姐姐 这怎么就你扔了 你扔我皮子 我扔你会入话呢 我把你扔了 站住 干嘛 你干什么呀姐 你干什么呀姐 你干嘛 算了东西 干嘛 干嘛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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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跟姐姐回去 看什么看什么 没见过呀 你孩子什么好看的 这谁家是好啊 这你自己还是你的儿子 我儿子 怎么了 我儿子 怎么啦 你怎么叫我儿子 你有毛病呢 干嘛 你怎么能这么胡闹 这么不懂事啊 你做错了 你知道吗 你得跟刘云姐姐说对不起 你看着姐姐 你还有理了 一会儿去跟刘云姐姐 赔礼道歉 断了 屁打点事 也就刘云事多 什么时候给愣的 我都不知道 其实没什么 味又不大 来干嘛 快去跟刘云姐姐说对不起 快去 姐姐对不起 没事儿没事儿 本来就没事儿 不过刘云 你听好 我有几条纪律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啊 无论你要上胆 你要干什么 有什么问题 要先请示 要先请示我 我呀 是这屋里最大的官 懂吗 我可是这屋里最厉害的人 我个大人 你怕不怕 有种 连我都不怕 晚上想吃什么 我不敢玩呀 想吃肉包子 好 晚上吃肉包子 好 姐姐把科学拆上去 好 你们俩怎么睡啊 睡什么 你们俩怎么睡啊 睡什么 刘云 把你那破玩意儿给关了 要不然让她跟我一起睡吧 不行 我晚上蹬胳膊蹬唇的 她给摔着啊 要不然让她跟妹妹一起睡 妹妹体小 好啊 没事儿 我们俩挤挤吧 不用 好 姐姐帮你铺床 行了 等等 乖 乖 给你铺个单子 乖 嗯 还不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谢什么小伙子 请吧 行了 时候不早了 大家都睡吧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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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别哭 姐姐在这儿呢 别害怕 又做噩梦了吧 对不起啊 把你们都吵醒了 我忘了说了 她有时候晚上做噩梦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几点了 不哭啊 几点 干嘛 你刚做梦着哭啊 我刚做梦着乐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正做梦啊 翅膀一喝红酒呢 你知道吗你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是什么 Hans 你看看你 其实没事儿 一小孩儿 是 一小孩儿吗 你别毒害少年儿童啊 干嘛 以后 你找媳妇吗 学 那我们四个给你当媳妇 你找谁啊 嗯 姐姐 行了行了 都赶紧睡吧 干嘛 比赛看谁上窗快 一二三 来 姐姐给你写 这是姜 姐姐就姓姜对吧 这是嘎 嘎娃的嘎 你看 平平 该上课了 你在房间里乖乖练字 姐姐下了课就回来 我们一人一个课间值班吧 平平你第一个 我第二个 留言第三个 你第四个 好啊 哎 第四个下了 咱们都回来了吗 行了 赶紧走吧 走了走了 走吧 白的 哎 干嘛 姐姐下了课就回来 啊 干嘛 嗯 做什么呢姐姐看看 做腰灰肝呢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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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玩的还挺好 嗯 干什么呢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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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百经不业的 我也是 哎 哎 咱们干嘛呢 光财福还在这儿吗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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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门子上个点儿 听得到了 干嘛 干嘛 你想白菜街了吧 别丢了 哎哟 赶紧找去啊 赶紧找去啊 这孩子怎么算不听话呀 赶紧也得行 他刚才不还在这儿吗 那这孩子找的办呢 他在这儿咱们连课都上不了 你说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看这样不行 那赶紧想个安置的办法 哎哟 你说他要丢了这算谁的呀 你现在扯着也干嘛呀 找找吧丢不了吧 要不这样吧 我去操场那边看看 刘云你去那边我上那边 啊 我呢 等 等会 我去操场那边我去不要 怎么着 没有 找着了吗 没有 刘云 没有 姐姐 干嘛 几位 打扰了 事已至此 我想先在附近租间房子安顿下来 再就近给嘎娃找个学校 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至少目前还不容多想 请别担心 眼下我还应付得了 你们不是都说 我特别能吃口耐劳吗 但愿如此吧 这萍萍真能胡发奇想 她到底怎么想的呀 我倒是没有替萍萍想过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 这事我们谁也提不了 萍萍 她可真行 姐姐 这是咱们家吗 家 家 是啊 我们有个家了 是 嘎娃 搞什么 干嘛 哎呀 跑哪儿去了这孩子啊 怎么回事啊 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小小小姐 那我还没吃得到 这孩子呢 你怎么能吃 我去那儿 你怎么能吃 你怎么吃 我都不吃 我就不吃 那天 你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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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别害怕 我现在不拔鸡毛了 以后咱俩玩 姐姐 这是啥 这是姐姐的课程表 姐姐 课程表又是啥 等你以后上了学就知道了 没想到一种新生活开始得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尤其对我和嘎娃这样 占不了多大空间的小东西 生活的道再窄也能容得下我们 你看姐姐的脚多大 你快点长啊 以后长得比姐姐还要高 姐姐擦脚 你帮姐姐擦呀 好吧 再擦一下 好 这一只 大王 来睡觉吧 来 姐姐把床铺好了 姐姐 咱家真好 是吗 是 行了 睡吧 她 一 哎 一 一 一 决定 以后不许你吓唬姐姐 你还吓不吓唬姐姐了 姐姐 你吓唬我吧 睡吧 干娃 姐姐明天带你找学校去啊 姐姐 学校能要我吗 要 怎么不要啊 姐姐 他们说我傻 你说我能学会吗 谁说你傻的 你一点都不傻 你比其他的孩子都聪明 你一定能学会的 睡吧啊 你才会 gren上去 挺好的 好 我再扯一遍啊 哎哎哎 老子不来也得去方洋 在交集里头自习 做东西 说 杨老师什么时候来呀 老老师 出来了 新老师来啦 新老师来啦 小哥 小长来见 哎呀好 好好好 哎呀 新老师来了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找瓶光口贴出去很久了 你们是来的第一波应聘老师 老师好老师 我不是我不是 哎哟老师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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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其实我们是大学生 我们比大学生多一点 是太学生 哎呀闹了 我们要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是化工大学的研究生 哎呦 研究生啊 好好好 你们是来我们学校的文化 最高的知识分子呀 您弄错了 我们不是来应聘的 我们是送孩子入学的 哦 入学的啊 那拿一号拿一号 我明白了 你都是他假账 他假账都是你了 是 你们这种情况呀 我们学校业佑 又得假账你 把娃娃往学校一方 刚开始来的时候 啊 还来看一行 后来干脆都不惯了 但是都这个学校 多少人相继都记不进来呢 我不用你管我 我有我姐姐管我呢 我都大了你们 十二年 五岁 五岁 几年级啊 三年级 这样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那把她收好 大梁梁 我还得给我个板子 呆客气 校长 那个 明天让我来 上学 走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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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奶奶 我的妈呀 你瞧瞧咱们的干娃呀 真不剪这么多 沉不沉哪 干娃 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呀 姐姐有课先走了 饭在屋里趁着吃啊 啊 以后少剪你啊 多快剪成专业的了 奶奶院里也放不下呀 没事 这么大的院子 走 奶奶给你 奶奶 这能买多少钱呀 也就十块八块的吧 你要钱干吗呀 给姐姐买菜 买店 交房租 交学费 奶奶啊 给你剪房费 给你剪房费 回头我就跟你评评姐姐说 啊 嗯 瞧瞧你 脑袋是脏劲的 来 奶奶给你洗洗 这小黑帮子 嘿嘿嘿 脏劲 香不香 是啄的有点辣 我爱吃辣子 是姐姐专门给我买的 给咱俩吃 好吧 嗯 倒点了 给生克了 快去 快走 嗯 我走了 要是没老师 我就回来陪你玩 要是有老师的话 我就不回来了 哎呦 哎呦 头啊 哎呦 哎呦 快下来啊 小虎子 快腿摔蛇了 孩子 一辈子都是贩沸 快下 把那杆放下 哎呦 知道了 你可算回来了 快下来 怎么没事啊 怎么都不上课啊 都不上课啊 妈老师没来 校长也走了 校长上张军他家 张军他爸不让他上学了 哎 哎 其实啊 也不怨孩子 不上课 他不就玩嘛 这孩子啊 还就得有人管 要不要学校干嘛呀 您说师傅 那你们不会在家复习啊 就知道玩 你们都想不想好好上学了 想 没问你 你们呢 想 想 你们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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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给我们上课吧 你会吗 不要看 看什么呀 坐好 走 这娃姨听着你来了 高兴你还了不得 校长 我还真有点紧张 第二四行吗 走 走 起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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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同学们坐来吧 哦 同学们都坐下吧 都坐下吧 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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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老师点个名 点到名字的要喊到 王小花 到 王凯乐 到 到 顾乐 到 现在开始上课 请同学们 这道题是这样的 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年级的同学中了九棵树 二年级的同学中的树 比一年级的同学要多两倍 请大家跟老师念这几个动词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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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三个年级的课就上到这儿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交通运输的堵塞 啊 堵塞的原因就是点 我们给它叫做节点 这样一个关键的点 就叫节点 啊 因为它要执行 要从上往下 要组合到一个上 转眼之间 我们也快毕业了 嘎娃也二年级了 在李楠他们的鼓励下 我通过了托福 报考了一所美国大学 快点 坐着啊 好 校长好 哎 马老师 这还没回去呢 没有了 行 你想忙吧 我扫她一段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卡娃 卡娃 你以后过马路孝心一点 不然你姐姐多担心啊 嗯 嗯 卡娃 你见这些干啥呢 帮助姐姐呀 帮姐姐攒钱 嗯 还还保 还保子撒 还保就是水干净 地面干净 空气干净 啊 干嘛 呀 哎 校长 乔老师 又麻烦您送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两天正论文答辩呢 不是不是 这娃动死得很 刚才啊 顺便带了娃一段 啊 只要都送可送不过来了 都是流动人员的子弟 家长是流动的 朱子是流动的 蛙也跟着流动 啊 拐得很 好在啊 现在这个老师 不流动了 学校不流动了 江老师 你真不容易啊 那还有点私情啊 去搬一下 嗯 啊 你路上慢点啊 您慢走啊 坐这啊 坐这坐这 到用程洗路多少钱 给两块钱 嗯 我给你多少钱 行 哎呀 坐了啊 在家啊 慢点啊 哎好 哎慢点慢点 姐姐 你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吧 走 姐姐 你看我今天捡了这么多回收物 哥 真了不起 嘎娃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要带她出国去读书了 准确说 美国那所大学录取了我 平平的签证啊 肯定能签下来 我怎么心里这么慌啊 我总感觉不会那么顺利 希望我想的是错的 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平平的条件那么好啊 就是我也觉得是 哎 这么快就出来了 肯定没问题 哎 咱打个赌吧 如果要是左脚先蹦下台阶 那肯定没问题 成了 好啊 看好了 好啊 签下来了吧 喝点水 怎么样 怎么样了 拒签 人家说 嘎娃没有经济担保 我又没有收养证明 我不是教你说 你一个人的奖学金 足够两个人生活了吗 你虽然跟嘎娃非亲非故 但是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啊 你没说呀 说了 人家根本就不听这个 没用 就是在那儿一个劲儿的 不 不 你还笑 就是 那我还得哭啊 那怎么办呢 去坐一会儿吧 平平 我不坐了 我先回去了 我得做饭 还得先告诉嘎娃一声 我走了 再见 快点水再走吧 不了 我走了 别垂头丧气的 你们哥们不要乱 不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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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蹲一下 不要乱 挺个降话 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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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个降话啊 不要乱 我跟你们讲 这是一厢工作 一厢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明白吗 明白 哎 下面呢 我们请嘎娃同学 给大家讲一下 垃圾粉类的原理 好不好 好 来 给你讲一下 这个铝制品啊 都搁这里 像那个 就是那个一拉块儿的 然后呢 这种塑料制品 都搁这种绿口袋里 搁这绿口袋里 就是这种 这种 把这些报纸啊 这些纸啊 都扔到那边去 好 保持成这边啊 是 好 嗯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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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啊 照顾一下啊 哎 干嘛啊 啊 下次到美国去啊 嗯 我姐今天就办在这儿了 到美国搞不高兴 高兴 哎 小长 你去过美国没有 哈哈 那么去过美国 干嘛 嗯 那时候等你回来 跟我讲美国是啥样子呢 嗯 行 赵娃 到了美国去了以后呢 一定要听姐姐的花 嗯 知道 赵娃 姐姐 姐姐 干嘛 干嘛 江老师 小长 你好啊 姐姐 你去美国那这儿帮好没有 给我看看 哎 江老师 啥时候去美国呢 嘎娃这还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留学生呢 哎 哎 刀宋哥阻止大家给你缓松一下 我们不去美国了 行 哎 姐姐 哦 哦 夏老师 刘夏业浩 我正向请你来给我们大家上一堂这个 垃圾粉类的化学原理科去 嗯 啊 这样 刀宋一看死检 你走化学说师嘛 好 哎 姐姐为什么不去 我都跟农业说好了 现在变成推牛了 哎 校长 哎 我跟嘎娃请个假 我先带她回去谈谈 行 你想回吧 啊 好 嘎娃 挺姐姐花啊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慢点啊 坐这啊 好好好 走吧 姐姐我都会说英文了 为什么不去了 say that good but I guess no 姐咱去吧 No 嘎娃再见 好 好 哎 不要瘫了不要瘫了不要瘫了 不要瘫了不要瘫了 赶忙不做了 去赶忙不做啦 可以יו 不要瘫了不要瘫了不要瘫了 江老师也不做啦 雷尔 算呀啊 你个真行啊 把这回说化合都拿来了 还能听嘛 你呢 你不还是把一大堆零食都放过来 你真行啊 真是 平哥 我看这些美心能用得上啊 都用得上 过日子嘛 我们不行 我也不行 搬这个 来 给我 给我 我来 我拿 没有 我都能用 全年这碗锅还能用吗 什么呀 新的 我妈前天才给我买 前年呢 你们倒是快点 不说好照相吗 一会儿没光了 赶紧的 赶紧的 快点你 来 站这儿站这儿 快快快快快 快点 来 诶 平平呢 哎呀 真是的 平平 来来来来来 别多等你呢 脚子扑了 快点快点快点 毕业了 李楠去了部队科研单位 刘云去了德国 小妹去了家乡一家公司 我呢 进了一家电脑公司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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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能做到的,你能做到的行動,你能做到你的行動, 你能做到的行動,甚至你能做到的行動, 因為你能做到的行動, 你能做到的行動, 你能做到行動, 你能做到行動, 我問你去美國, 看他們的行動, 看他們的行動, 我希望你來拿到第一次機會, 去不成美国 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 做了多大牺牲 受了多大损失 因为我有个赶娃 许多事情都放不下了 也许 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天性吧 生活 依然是一种稳定的程序状态 上班 下班 吃饭 睡觉 只是节奏快了 这家公司太忙 我终于撑不住了 又 又来了 小老师 你看你都把姐姐给吵醒了 干嘛 你们怎么都不上课了 我跟他们说你病了 他们要来看看你 进来吧 快进屋吧 江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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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来吧 姐姐让你们都进来 都进来吧 你叫王小花 你做第一排你个最小对吧 江老师我叫什么呢 江老师我叫什么呢 你们 老师我叫什么呀 江老师我叫什么呀 对不起老师记不清楚了 姜老师您还给我们点过名呢 哦 你们自己说你们叫啥 我叫张欣 我叫王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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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欣 我叫王海乐 郁思文 还有王乐海对吧 王海乐 王海乐 好 老师记住了 这次不会忘了啊 老师变好了 嗯 老师好多了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了 赶完 你也站累了吧 别陪着姐姐了 姐姐给你找本书看 去那边玩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orning,Mr.John Morning,Mr.John Thank you very much. So,you're here early this morning? Yeah. This is a special case,correct? Oh,sorry,it won't happen again. Nevertheless,I admire yourattitude about your work.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No, thanks.I'll get back to work. 你另一邊應該要來 如果所有人都在那裡,我會有問題 我的天啊,什麼都在這裡? 我工作了二十多時間,現在你毀滅了所有 20 hours on this thing and now look at it you ruined everything my god my god why did you do this don't you add the kid please it's a frightened child i'm doing something wrong you're the one who brought this kid in here and messed things up i'm gonna sue you both he's just a kid look at what he did i have customers coming in today and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this presentation and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m as helpless as a child do you understand explain what there's no explanation needed you bring the child in here he ruins everything our customers don't need excuses they want results i can make it up by working for free for a while how dare i even employ you you come in here and work at the minimum standard and then you go and and blame everything on this irrelevant little child i can't believe anything that comes in between work 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someone why why do you have to blame him for this you blame him for not going abroad and now you're doing the same stupid thing again i'm never going to understand you chinese people really that's because you haven't evolved completely yet you can't easily understand and we can change easily or improve this child he's a part of my life i need to make some sacrifices for mr judge you can't point out my mistakes but you can't interfere in my life you can't use your ignorant and arrogant attitude to criticize chinese people aren't you american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you still can't respect others or perhaps you are used to telling people to do things your way but sorry will not change no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some about it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from it uh excuse me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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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no 真棒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事情而争吵吗 让我告诉你 不,不 你会死我 不,她会死我 不,她会死我 还不过 今天 从来到来 你被冤枉了 我会告诉你 我会再来解决这个 如果我还活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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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它是我的 turn to say I'm sorry 谁是她? 姐姐,你今天怎么了? 没事 姐姐,奶奶不好了 姐姐,不要哭 怎么了 哎呦 哎呦 我的孩子,怎么了 脸上怎么这么难看呢 哎呦 我的妈妈 哎呀,烫熟 孩子,赶紧送一个 姐姐 干嘛,赶紧把家看好啊 嗯 我开门 污,我托船 四个 我跟她走 我把负面 给我 她 摇五个 大公姐姐姐生病了 又被公司开除了 家里一点好吃的都没有 你愿不愿意做汤给姐姐吃呢 我也知道 要杀了你 明天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回来就好好休息 先别上班 姐姐呢 你手里拿的什么 你干吗来着 杀鸡 杀鸡 你哪儿来的鸡啊 是奶奶家的 你 平平 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怎么还学会偷东西了你 我没 我没啥 你惹的祸还不够啊你 你还偷奶奶的鸡杀 没 没啥 肥了 我是看姐姐病了 天哥姐姐熬汤哥 我 君平 平平 其实奶奶也想把她宰了 给你煮点汤补补肾的 哎 楼村也没啥好吃的 他是个孩子 山珍海味他又变得出人了 其实我和他最好了 我舍不得杀他 是因为姐姐生病了 我想给姐姐熬汤喝 老娃 别等了 大公鸡会回来的 跟姐姐回屋去睡觉吧 嗯 大公鸡 我以后再也不杀你了 你别跑 好不好 你好 你叫什么 你不认识我了 咱们可是见过面哦 你姐姐呢 刘总 您今天 你是不是想问我 今天来找你们 到底为了什么事 今天我登门拜访 确实太突然了 不过 我确实很想帮帮你们 您的意思 我不太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萍萍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特别的女孩 你和嘎娃的故事 也很特别 我坦率地说吧 我很欣赏你 我也是一个单身的母亲 我太知道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的艰难 我有一种直觉 我认为你是一个 我值得帮助的人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不来到这里 把我想说的说了 想做的做了 那我一定会睡不着觉的 谢谢你 刘总 不 大姐 我和嘎娃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我们很快乐 你能专程来看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萍萍 你让我把话说完 我呢 是一个很实干的人 我站在你的立场上 为你设计了三个方案 第一呢 就是帮助你完成学业 就是说 孩子在美国的经济担保 由我来负责 第二呢 就是帮助你就业 我的公司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任你选一家 前提是 当然带着孩子 不过我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 不会让你带着他上班 更不会让他 再到我们公司里来捣乱呢 我以后再也不捣乱了 这第三个方案呢 就是按照你的意思 提出一个想法来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帮你解决的 太感谢你了 刘总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其实 你的每一种方案 对我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我也没有什么权利 在挑三拣四的 不过 我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 嗯 没关系 你直说吧 我想 我想到嘎娃的学校去教书 真的 太棒了 你是说 教一阵子呢 还是一辈子就干这个了 是不是一辈子我也没想好 不过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为什么呢 我们学校的老师少 学生多 他们可爱听姐姐讲课了 姐姐也很喜欢他们 其实这个想法 我也是偶然形成的 他们学校是在京流动人员的子弟学校 师资啊 条件设备啊 反正各方面都非常差 有一次 我偶然去给他们带课 当我走进教室 站在讲台上 我看见那些孩子们 他们也看着我 那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 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你不觉得 你在这个地方教书 对你有点大才小用吗 我觉得 我从他们身上 汲取了更多的快乐 这是很多人难以体会到的 而且我也相信 绝对不仅只有我一个人 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还会有更多的人 来关心这所学校 帮助这些孩子 只不过 现在知道的人还太少吧 我知道了 就算我一份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吧 不过说好了 是我来给你打工 咱们呀 还是多来给嘎娃这帮孩子打工吧 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哦 向大家宣布 嘎娃同学的姐姐 蒋平平同学 现在应该叫江平平老师了 要到咱们学校来 党老师 那真的 这个还有 我们决定聘请 给予我们学校 无死管怀绑珠的流年女士 做我们学校的名誉校长 欢迎二位老师的到来 好 来 预备 一 二 三 茄子 我要谢谢嘎娃 是她把我带进了这个故事 把我带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一片从未想到的天地 我的感觉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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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